秋香 秋香老師了 面對她了 老師來 趕快來坐 那我要穿我的鞋子嗎 不用了 好吧 老師 老師妳真的 妳的腿這麼的漂亮 但是妳的鞋子是 我覺得有一點可惜掉了 一看就是媽媽買的 媽媽會買的鞋 對 因為我接近奶奶囉 那妳接近奶奶了 是因為我有拇指外翻 所以我的鞋子 鞋子我都會穿就是 是線頭比較大 對 寬版 然後我腳背又很厚這樣子 所以我穿的鞋子 都要以很舒服為主 因為一出門的話 都是六七個小時才會回家 其實因為秋香老師 她的腳是漂亮的 所以 然後她可能不一定要穿 真的非常高的話 像這種 因為秋香老師 她本身是一個專業人士 她是專業人士 所以有些時候像這種 有一點點帥氣 像這樣子深藍色 後面是亮片的 其實秋香老師的腿穿 這樣子的鞋子會很好看 因為它上面其實有 鬆緊帶的漱口 好鞋 然後秋香老師 她的個子也不是太高 我覺得秋香老師 她帶來的靴子 對她來講比例有點太重 妳看像這一雙其實 也很好看 非常好看 應該也是比較舒服的 前面看起來很低調 可是後面突然有Bling的感覺 很舒服 對 我現在就是因為有年紀了 挑的鞋子就會要穿得比較舒服一點 或者是 秋香老師也可以挑一些就是 在這個腳踝的地方 有微微向上來收進來的 因為秋香老師的 所以也是有腰身這樣子 對 就是有一點點弧度收進來 而不是寬口的 因為腳脖子漂亮的人 腳踝漂亮的人 其實這個地方太寬 妳反而會讓腳看起來短 它會變成一個 一塊很大的幾何的線條 去截斷妳的腿的比例 就截斷 謝謝 我自己來不好意思 不會 這雙也是超好穿的 這雙很像的 這雙 對啊 對 買了 會向上收起來 是 對 會向上收起來 就是它收起來 但是它腳踝的地方 還有一點點空氣 是 不是整個很美的 是 對 或者是秋香老師的 就乾脆把妳整個腳脖子 全部露出來 都露連身 對 整個把腳脖子露出來 所以她穿這麼卡齊的時候 就不要穿這麼深的襪子 對不對 老師 穿膚色的襪子 其實穿黑色 穿黑色也可以 滿適合的 對 我都以為我不能穿尖頭的鞋子 好看喔 好細的 腳踝好細 對 我如果常常來的話 你們這些妹妹都沒有工作 好棒喔 很有分性 不是 我的意思是會 妳不要逼她們 她們會去學做菜 給妳逼我 謝謝 她們也會自己擠雞精 自己擠雞精 所以我給秋香老師的原則 就是盡量找炫頭比較寬一點的 然後盡量讓她最漂亮的腳脖子露出來 這雙也好看 對 你看 像紅塘剛才的那一種 紅塘剛才的那一種 中間開縫的那一種短靴 其實秋香老師穿也會非常好看 所以你只要記得 像現在她走腳這一套好看 對 像這種的 可是像我有一雙那個好難穿了 但是這個很好穿 是嗎 對 它就會 皮會比較遠 它就像我們穿了一件V領 或襯衫的衣服一樣 它可以去修飾我們的腿 對 修飾我們的腿 可以讓腳踝盡量露出來 好的 秋香老師的腿好美喔 利用生V挖空的懷靴 動出纖細的腳踝和腳背 延伸腿部線條 看起來又長又細